喂 又到星期二晚了 剛剛遲了 因為換了一個漂亮的麥克風 聽聽聲音行不行 試試 testing one two three 盧凱白痴麥克風 大家給點意見 看這個換了不是國產的 看這個新的麥克風 效果如何 他上次跟著指示的就是買回這隻 今天來不了 我怕你 我看新聞 我說呂長毛被國安署約見 要問問他七一 叫他不要搞示威 沒有份 我太差了 現在已經知道我們假裝乖 失敗之中的失敗 新聞報道就說 約見社民連的成員 這次他聰明 細良 你看看你的operation是怎樣的 他不是找一些主要的領導 我今早 即香港時間十點多的時候 我有一個signal group 已經收到相關的認識 就說有兩個成員已經有國安署人 分別是邀約他們 除了呂獄年以外 而那些人 你不會認識的 也不是太過知名的人士 他做這個手法 我覺得是聰明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打大的時候 反而我們是會阿崩叫狗的 你打小的時候 為了一些所謂的 都不可以說人家是小的 而是不知名的人的時候 你才會恐慌 反而是讓步的 我有這個觀察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現在 你知道了 香港要照顧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和感受 所以他會盡量 我想要劃定一個叫做公眾活動區 給你們 沒有雷工那麼遠 然後方便管理 指定在活動區裡面 就是自己叫做六角大風尚 就是這些叫做如蘭捷演戲一樣 第一場就給鬼看的 沒有觀眾的 因為示威你明白嗎 示威 示威什麼叫示威啊 你是一個對象嘛 你記得97年主權移交的時候 李明葵 當時的一哥怎麼上位呢 播這個貝多芬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示威區很近 這個應該是灣仔 主權移交的這個場地 在灣仔會展中心附近 所以他就要播貝多芬 就是說證明25年來 你只是看這個公眾活動區 或者公眾示威區 我當你好像1997年71那麼大龍鳳 這樣看你就知道香港是進步了 還是退步了 由治入亂還是由亂入治了 當年有英國權貴 有查理斯王子 有江澤民總書記 還有一大堆的中共權貴在那裡 國際有人來香港見證主權移交 李明葵就靈機一觸 你繼續叫咪 我就繼續播歌 就把你的聲音蓋了 變成裡面的嘉賓聽不到 那些示威群眾說的話就算了 現在就不是 現在我看報道好像是說 有個公眾活動區給示威人士 報道就是這樣說而已 但是現在這樣的所謂的要脅 或者威嚇的話 連社民連都宣佈了說不去遊行示威 是不是 你剛才你說的那個例子 以前都說最多就是比你遠一點 然後再播放貝多芬來頂住 等起碼參加的貴賓 包括江澤民、查理斯 聽不到這種抗議的聲音 在這個回歸慶典裡面 有雜音 簡單這樣說 但是現在就是 基本上是滅聲 所以你說比較上來說 播放貝多芬好過滅聲 就是我和你鬥蓋而已 是不是 就是我和你搭聲 上個禮拜我和你鬥蓋而已 但是我也有發聲的機會 現在是沒有的 他之前做了這些威懾的效果 當然我覺得他聰明 你不找大的 你找些小的 雖然我們都沒有階級觀念之分 但是確實他這樣做 是挺嚇人的 誰還敢去 連大家不知名的服務 普通的成縣 兩場模式 你就找他的兒子 你有沒有留意到那個細節的新聞 有啊 找他的兒子 有啊 他找他的兒子找他的 但是他有雷玉年的contact 是啊 為什麼不直接找呢 就是威嚇 我知道你的兒子的contact 所以反而這樣更害怕 更緊張 其實你是跟著內地去管控 內地的維權人士那一套 我相信你也有印象 細良 我們過去的二十幾三十年來看著 內地的民運人士 或者後期的維權人士 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 臨這些大時大節的時候 就帶他們去旅行 是吧 太好了 很快 把這幾個月 你去旅行 你去旅行 那些車子 你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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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大家看不看得到畫面 好 給點意見 看不看得到 現在真是 我們更慘過七席 七姐 如果我們是這個同志 彩虹聯盟的話 直接拿來我們兩個做宣傳就可以了 為了相見 真的難上加難了 每個星期 相聚一刻 兩位老同志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排除斑難 死火了 細良 我們剛才那九分鐘的內容很敏感嗎? 不知道 是的 真的 委應不重 好了 算了 我們講回鄧炳強的訪問 為什麼呢? 就是他接受傳媒訪問 在明報就說 香港有三大國安隱患 這個叫做 孤狼式恐襲 然後就說會在公共交通裡面 可能會有這個恐怖活動 三大危機的廣道 我就很驚恐了 為什麼呢? 話說這個元朗 第一種就是叫做 本土恐怖主義 例如獨狼式的破壞行為擇景 第二就是小組形式出現的恐怖活動 例如製作爆炸品 在公眾交通工具放炸彈 第三是外部勢力侵擾 包括利用代理人 影響香港和國家的穩定 你有沒有印象 這個元朗電纜橋大火 導致到新界西北區大停電呢? 第一個反應 我覺得會不會是恐襲的? 是這樣的 真的 我又沒有這個警醒 我只是覺得是剃掉以外 你和鄧炳強 真是同一個層級 他都是覺得脫掉 不是恐襲的 我反而過了幾天之後 看到有人拍了一段YouTube上去 然後有人一開始說的時候 我就在想 是不是這麼厲害啊? 第一 沒有人知道原來那條橋 原來你炸了 或者是火燭了 會導致到新界城西北 十幾萬戶都會停電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連我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是恐襲的人 是不是真的 這麼有心機 做了這麼多research 他們真是厲害 如果真是恐襲的話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 在我們香港人過去的抗爭經驗裡面 都很少說我們的抗爭 我們最多是面對警察而已 我們很少連一般市民大眾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算我們所謂的裝修 我們都是有指定的目標 雖然我不太同意 我們所謂的私了 亦都有指定的目標的人 很少是傷及無辜的 是不是? 但是後來他就在YouTube上承認責任 那我就覺得 是不是的? 你是不是事後才說這件事是你搞的? 現在這個叫做兩種可能性 我覺得 你相信鄧炳強不是恐襲 但是鄧炳強說這句話的時候 這個組織Blackblog是沒有發表這段YouTube的 後來之後 在這個有組織及三合會罪案調查科的 高級警司的記者會裡面 記者再問 這個警司的回覆就說 鄧炳強已經說了 我沒有回覆 我沒有新的補充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 兩個可能性一就是事後 你的說法就是事後出來認屎認屁 根本就是一場意外 流電 電線短路造成的意外 1 2 是真是這個Blackblog的組織 策動的一次恐襲 如果是真的話 警方的態度我就很擔心 如果是第2個 調查過 是的 如果這個Blackblog所發表的聲明是真的 每次恐襲之後 如果真正的本土恐襲 這個是屬於Cat-1 或者Cat-2 Cat-2就是小組 Cat-1就是毒狼 兩個都是本土恐怖主義 是的 這件事是國安法以來 甚至是1967年以來 第一次本土恐襲 1967年就是放炸彈 這是自1967年以來最大型的本土恐襲 你想想想 是整個新界西北 如果它是找到那個電纜橋 是可以導致到整個西北大停電的 你剛才一講 你說這麼厲害 一燒那條橋就是連累 那你想想這個規模是什麼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警方的反應是這麼輕描淡寫 沒有什麼補充 鄧炳強已經說了 鄧炳強的立場就說不是恐襲 用回你的思路去想想 如果它在那個過程裡面 就是它好像神神秘秘那樣的 交了個報告之後 又沒有正式公開交代那個原因 因為以前就是 喂 這麼大件事 是整個西北是很罕見的 我們最多都是一條屋邨的 或者幾棟樓發生的 怎麼會是成16萬的 你是不是應該盡早和市民交代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又好像是鬼拍後尾枕 用你的思路 就是說不是恐襲擊 然後人家問他的時候 又好像故作 有些事隱瞞 有些事隱瞞 當然我到今天 我都相信是前者 就是所謂的意外 是不是 兩個可能性 其實意外大家都明白 但是是不是需要 這麼快未經過刑事調查的搜證 就足以判斷 第一 銀秉強判斷 不是恐襲這個決定 我覺得十分之神速 很神速 十分之神速 是的 這是第一個奇怪 第二個奇怪 就是當有組織 有地下組織出來 這個Black Block 叫做Black Block的組織出來 承認責任之後 警方是 竟然否認 這個立場沒有變 是不是正常 正常是不是 這個是新的發展來的 第一 鄧炳強出來講的時候 是沒有組織承認責任的 到鄧炳強講完之後 有組織承認責任 這個出來見的 負責這個調查 這個案件的人 是不是應該 我們警方 是會全方位去瞭解這個情況 絕對不容許 有這些所謂的 本土恐怖主義出現 是不是應該這樣 你沒有理由 就說鄧炳強講了 我沒有什麼補充 正路應該是這樣 因為如果 我如果作為一個 警務人員 一個國安系統的人 我不能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再加上就是 喂 鄧炳強你 最近這一兩天才講 就說香港已經 實現由亂到止 但是仍需要 防三風險 剛才你講了那三個風險 孤狼式襲擊 小組刑式 外部勢力 喂 你言由在意 喂 又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新界西北的大停電 整條橋燒了 喂 你的正路的回應 應該說 喂 我們不能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我們會積極調查 這個最正路 不是這麼快就 review了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就想想 阿土你記不記得以前 什麼西貢豪衝案 荃灣公下爆炸案 全部這些所謂破獲 這些恐襲基地 警方的反應是什麼呢 打起冷風 明明一看就知道那些 港華街氣槍來的 嘩 全部排出來好像很厲害 其實是那些打窩遊戲的那些 發燒油 那些的氣槍 然後一定放一支光時期在那裡 那他們是play up整件事的 是 是 就是面對這些這樣的 無論是Wall Game有 或者是破獲 這個軍火庫 我們叫做 so called 軍火庫 是笑到你死的 單手勾著一支 M16的槍這樣走出來的 如果它真是真的M16 你一隻手可以勾著 一看就知道是膠槍 但是它不是 它說到很厲害的 如果這次 按照警隊過去處理 這些軍火庫的 所謂的 本土恐怖主義的 那種姿態 會不會過低呢 第一 我覺得它有憂慮什麼呢 它還沒清楚之前 它怕有copycat 你想想 嗯 我覺得是另一個 它怕政治後果 政治後果是怕的 奇怪地 play down了它之外 因為以前在所有的重大活動之前 細良 我猜你和我都應該有這個印象 就是 七一 或者我們大遊行之前 肯定有這些事情發生 總有 總有軍火庫發言 沒錯 其實它是想 play up 了它 用你的term 就是play up 完它之後 等我們的人參與的時候 是會更加和平 或者是不參與 是吧 最好就是這樣 因為香港人 其實等工作不要參與 很危險 對 你想想 那時候我們七一的時候 你從下午衝的立法會 衝了多久 是吧 我們都還沒開始 三點鐘 它點幾鐘 已經在打玻璃了 已經 嗯 以前 它一定是play up 它 但這次為什麼 play down 你提出一個好的疑問 我唯一的解釋就是 因為習總準備來了 所以我要play down 如果習總不是來的話 因為他的對象 已經不是我們的群眾了 是吧 這麼大件事 你一定是play down 是吧 這麼大件事 就是習總來 你一定play down 他 那方便習總來 如果領導人 聽到你說 喂 這次很可能是恐襲 又backblock 又承認責任的時候 那他怎麼來 是吧 我覺得這個其中一個可能性 和過往是不同的 因為上次呢 例如過往的日子裡面 他是面對著群眾 告訴我們 細良 很危險在外面 不要去 這樣 他的目的 這次呢 反過來就是 因為領導人準備來 所以就算他 有懷疑 可能是backblock 也好 他就反過來 play down 其實是政治需要來的 簡單來說 play up 和play down 都是政治需要 當要兇人 不要出來的時候 就 wall game有就變軍火庫 但是搜出大量軍火 那如果是的話 那我就很擔心的 真是 但新界西北 特別是南邊圍的 那些白衣人擔心 就是說 你 如果play down的話 那我就說 兩個可能性 一 剛才說是真的 是由地下組織 小組織本土恐襲 知道新界 在可能中電 踩線 在中電裡面踩到線 知道那條電纜橋 就牽動到整個 香港西北的電力工業 於是就在那裡 去進行破壞 達至這個恐怖效果 你投入的聲明 他說我們 不是針對中電 在他們所謂承認責任的地下組織裡面 我們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他說我們不是針對中電 他講得很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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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純粹從這個常識去判斷 既然警方不調查的話 我們要代表 新界西北廣大居民安全 去調查一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說得對 他不像那些IRA 愛爾蘭共和軍 那類的聲明 那類聲明 或者阿爾蓋達 阿爾蓋達 他一定講得很清楚的 香港已經淪亡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拯救廣大的香港同胞 於是就要這樣做 正路應該這樣做的 Political statement 如果它類似巴解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或者這些地下武鬥派 我們叫做赤軍等等 你說每一次社運 大規模社運之後 會出現武鬥派激進派 這個很正常的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剛剛那個女赤軍頭目 才放出來的 在美國 不 不知道是德國 還是在巴勒斯坦回到日本 然後抓去坐牢 剛剛出來了 這個女赤軍頭目 有錢女來 就走了去 在學日本的安保鬥爭 反對入美安保條約 大規模的學運之後 就變成激進派 就組成赤裏 就是赤軍了 當時我們70年代 我們聽很多日本赤軍 有可能的 你問我 不是沒有可能的 在2019之後 有沒有武鬥派激進的 變成這個 類似赤裏呢 有可能的 所以我說警察 這樣做是很古怪的 我覺得 很古怪 但是這個組織本身呢 我就說 究竟我現在都 一口咬定它是真的 因為那個聲明太過弱雞 不夠political 事後抽水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有 就是見到這場意外出來了 我覺得事後抽水的機會是大 因為 跟剛才那個說法 無論巴解也好 愛爾蘭共和軍也好 第一 它的時間上 承認責任 是會很快的 是 如果是有 這個組織借這個機會抽水 claim credit的話 它們會馬上出來 因為它怕其他人 在那裡承認的 所以它是會快的 在我印象裏面 是不會超過12個小時 或者24個小時 它們已經承擇了 一件 一成功走出來承擇了 是不是 喂 這次呢 其實是隔了兩三天的 嗯 是嗎 還有它不是說得很清楚的 像你所說 老實說 我都不知道原來中電 在大灣區裡面有參與的 這是史其一 史其二就是 喂 跟著一個 屈未實 馬上又說回 其實我都不是很生氣中電 不關中電的事 跟著呢 就很隱晦地 去承認責任 這樣 所以我才覺得是 像秋水和意外 對吧 因為發生了一件意外 所以後期就像秋水 像是 我覺得 當然我不排除有機會 是真的武裝鬥爭 就是本土恐怖主義 但是呢 我覺得更加像是 看到有件事發生了 是 然後 沒有成本的 在TG那裏發過 發過 是 就說 宣稱這件就是我們組織 第一 就 如果真正本土恐怖主義的 成形的話 成形 我覺得IRA那種 或者巴戒那種 他的組織響朵是最重要的 你說得對話 就是說 入了波 你不是馬上剷草嗎 當然 他看到熊熊大火那一刻 全新界西北停電那一刻 他就馬上衝出來 剷草慶祝的 在球場 沒錯 因為他怕第二枝巴戒裡面的派 是認了數的話 他就辛苦做來的話 為他人作嫁衣裳 沒錯 是吧 所以他承認時間 承認責任的時間 會很快 第一 第二 最重要是組織的期 你明白嗎 就是動起組織的期 比如巴戒裡面 有阿拉伯的法塔克組織 有下面再激進一些 反法塔克的巴戒組織 幾個派 就算是哈馬斯等等 好了 如果你哈馬斯承認責任慢一點 發塔克出來就說我搞的 那怎麼辦呢 沒錯 所以我就說 第一他搞了這麼久 第二 那個不是一個political statement 我覺得很小孩子 整件事的statement 是 很良 他在大灣區有投資的 這個中電 那究竟你是針對中電 還是不是針對中電 如果你是正常恐怖主義的話 你不會提到電力公司的 沒錯 是嗎 你現在直接提到中電力公司 這個譬如很簡單 巴戒襲擊巴勒斯坦裡面的 這個以色列所建的一個發電廠 那巴戒會不會就是 我不是針對這間 以色列國營電力公司 我是針對以色列的暴政 正路你都會提一下以色列的暴政 怎樣鎮壓我們巴勒斯坦 這個地方本來屬於我們巴勒斯坦人的 就侵佔了我們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發動這個襲擊 那你不會提到這個 以色列國營電力公司的 其實是 是不是 你就是一開波就咬的 我覺得有一點點 或蛇天竹 或者顧左右而言他 因為你直接說 就說我是針對這個政權的 那些東西是次要的 對我們來說 新界西北的大庭建 對我來說更加是次要的 因為我做恐怖活動的時候 就是要引起所有人的關注 逼政權跟我談判或者讓步 恐怖活動的目的就是這樣的 你怎麼會再提這個 什麼大灣區那些無無畏畏的東西 是不是 離開提的東西 兩大訴求釋放 這個獄中戰友 那些什麼 對 如果本土恐襲的話 是啊 然後或者這個港共政團 立即解散 這樣 建立香港人民政府 正路應該是這樣 其實 所以我的結論就很簡單 我說 喂 都是意外到那個時候 哎呀 那些年輕人貪玩 就是以為很威風 所以呢 就是拿這個抽水 或者是claim這個credit而已 是嗎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恐怖啊 大哥 警方反應 啊 Sorry 不是警方 我們剛才分析 play up 和play down 我就不覺得是 警方自編自導自演 我覺得反而是 不會 有人抽水 不會